郭俊安和李佳琛 這天就一齊為新劇白色強人做宣傳 不知道安仔這次是做好人還是做反派呢 其實這個很難的 你看下去你就知道究竟 終定間由觀眾去評定 我只可以說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理念 即是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想法 至於怎樣可以達到你的理念和想法 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手段 但是如果那個理念是真的幫到很多人 對於一些人來說 不管用什麼方法和手段 都是他必須要做的事情 很多人都以為我這個是一個反派 但其實我沒有殺人放火 是 沒有做任何傷天害理的事 沒有的 所以反不反派就由觀眾去評定 我大聲不代表我沒有禮貌 是吧 另外父親節就來到了 安仔和李佳心又會怎樣和家人慶祝呢 我搭單在母親節的時候 就感染了那種母親節的威力 就在母親節的時候慶祝了母親節 還有可以環保一點 節省一頓飯 我不行啊 我要分開爸爸媽媽慶祝 因為我不想爸爸會覺得 為什麼正是幫媽媽慶祝 而且爸爸始終是男人 是把感情很收藏的一種動物力 我經常覺得 所以我就反而要表現給他看 你住有兒子女女 或者會和你慶祝 會疼你 我覺得這件事都很重要 那你爸爸真的教得你很好 我帶著女兒給你爸爸教一下 一起來吃飯吧 好嗎